大家好我是波罗 今天我们来聊聊一类直播必备的外设 采集卡 更确切的说是国产采集卡 最近我收到了三台 从200到1000元左右 不等的三款绿巨能的采集卡 这个牌子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之前主要是做相机电池配件这些 做了几多年 然后这两年开始入局做采集卡的 价格上说实话 是我之前一直在用的一些国外品牌的 1 2 3左右 所以我也是很好奇 它们的效果如何 于是我做了一周的详细测试 从它们支持的采集分辨率 帧率 采集画面质量 各个参数下的画面延迟 散热效果 稳定性 支持设备类型 学习成本 也就是操作友好度 等等方面 全面的测试 对比了这三款产品 咱们结合这些测试的结果 跟大家聊聊 在国产采集卡 把价格打下来的同时 它们的效果到底有没有打折扣呢 同时我也会解答 就这些不同价位 参数的采集卡 分别都适合什么样的使用场景 希望能够帮助大家 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一款 首先我们来聊聊 区分这三款产品 最主要的特性 就是它们所支持的 采集与还出分别率 这里先给对于采集卡 还比较陌生的新朋友 简单介绍一下 什么是采集与还出 采集顾名思义 就是当你的PS5 XBOX主机 或者PC手机等输入原设备 将视频信号 通过HDMI接口输入到采集卡后 采集卡将原始的画面信号 编码成可以通过USB接口 再输出到你的PC端 录制直播软件中的过程 因为这个过程中存在着 解码传输编码这些行为 即使是性能再高的采集卡 也会出现一定的画面压缩 以及延迟的现象 所以如果主播是在游玩一些 对于画面延迟要求较高的游戏 比如说动作射击类游戏时 如果只看采集的画面 就会处于劣势对吧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大部分采集卡都可以通过 另一个HDMI OUT输出接口 在采集的同时 将原始的HDMI画面信号 输出到你的另一台显示器上 为主播提供一个 无延迟无压缩的原始画面 这个行为就叫做还出 制作用的采集卡中 其中200多元的2K版本 是支持1080P 60Hz 与2K 30Hz的采集 与最高4K 60Hz的画面还出 而4K款在采集与还出时 不但支持1080P到4K 60Hz的画面 而且在1080P与2K分辨率下 还支持最高144Hz 高刷画面的采集与还出 而双路4K版本 在4K版本的基础上 还增加了同时对两个HDMI输入信号的采集 也就是说 你在采集游戏画面的同时 还可以通过它的另一个HDMI输入接口 采集另一台设备 比如说一台相机的画面 来作为你的超高清摄像头 这个是要比一般的USB电脑摄像头 画面质量高出很多 或者是比如做一些像开箱 带货直播这类的 可以同时连接两台相机 实现双视角随时切换 这一点其实很厉害 像我之前的直播配置 都是采用两台采集卡 来实现这样的搭配 用它的话直接一台就够了 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这款双路4K采集卡 有两个HDMI印的输入接口 可以同时采集两个视频源 但是它只有一个HDMI OUT的环出接口 你可能会问 那它怎么同时环出两个设备呢 好问题啊 答案是它不能 这里绿巨能是做了一个无线遥控器 可以在不影响采集的情况下 一键切换它的环出视频源 让你在不需要多准备一个显示器的同时 实时随时监控它的两个视频信号 另外还有一点不同的是4K与双路4K版本 提供了两个麦克风调音台输入口 因为我是一个人做视频 所以一般用不上 但是对于有控场团队的主播来说 应该是会更加方便一些 回到画面上 在采集画面的质量方面 我分别测试了这三款采集卡 在它们所支持的最高分辨率与帧率下 其中2K版本在1080P与2K分辨率下 支持采集YUY2格式的画面 这是一种压缩比较小的10bit4台格式 这里我把画面的录制码率设置在了25Mbps 可以看到在这个配置下 是几乎看不到压缩痕迹的 而4K与双4K版本则更进一步 支持XRGB格式的采集 这也是目前采集卡中 压缩率最小的画面格式之一 但是因为这种格式需要的带宽较高 为了保持画面传输的稳定性 就只有1080P分辨率支持这种格式 这是我们可以看到 画面的色彩基本与HDMI支持5E 可以完美的还原输入源的效果 而在采集4K60Hz的画面时 由于在这个分辨率与帧率下 画面的数据量很大 因为USB3.1的带宽限制 这就只能选用8bit的MGP1G格式了 目前来说在我使用的高端采集卡中 只有少数PCIe采集卡 得益于PCIe的超大带宽 可以实现4K60Hz的YUY2格式采集 这里我测试对比了一下这两款4K采集卡 在1080P60Hz下压缩比最小的XRGB格式 以及4K60Hz的MGP1G格式画面 抛选分辨率上的不同 在一些有色彩渐变的画面下 8bit的色彩确实还是能够看到一些小小的断层现象 但是画面一旦动起来 区别就不是那么明显了 而且大家如果是在做直播或者上传视频平台的话 本身平台也会对视频进行一定的压缩 所以对于观众来说呢 影响要小得多 但如果是对于有产品展示类的直播 想要有最好的色彩表现来还原产品本身的话 因为大部分直播平台所支持的最高分辨率 一般是1080P或者2K 这里我还是更加推荐选择1080P与2K的XRGB与YUI2格式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三款采集卡 在采集画面时的延迟表现 这里我在一台PC上播放精确的毫秒的G10G画面 同时分别使用这三台采集卡 将这台主PC的画面采集到了另一台直播PC上 实现一个双PC的直播环境 并且使用相机来拍摄它们的画面 用来测试在各个分辨率帧率下这三款采集卡 在使用OBS软件捕捉画面时的延迟情况 其实一般来说 如果你是使用环珠画面来作为监控的话 这个采集的延迟只要不是特别离谱到好几秒钟那种 其实并不影响你的直播流程 所以这个测试主要是针对一些主播朋友 如果是临时出一些原因 没有多余显示器来作为环珠时 需要直接通过采集画面来进行游玩或者监控的场景 经过多次的测试 三款采集卡在1080P60Hz下 以及两款4K采集卡在2K60Hz下 再经过采集卡对于画面的重新编码 传输再到你的采集用PC重新编码画面后 所增加的延迟在33到34毫秒左右 也就是2帧的画面 这个是在USB采集卡中一个非常优秀的成绩了 在这个数字下 其实对于大部分用户来说 不会特别注意到延迟的情况 一般除了有高速运动画面的竞技类游戏以外 其他类型的游戏都是可以通过采集卡来直接游玩的 不过这款2K采集卡的2K30Hz模式下 虽然延迟是67毫秒不算太高 但是采集画面的帧数只有30fps 以及这两款4K采集卡在4K60Hz模式下 延迟超过了200毫秒 以上这两种情况会有比较明显的感知到操作不跟手的现象 这里我就不推荐大家在采集画面上直接游玩游戏了 对于游戏主播来说 我不要推荐使用一个单独的显示器来进行还出 或者使用延迟较低的1080P XRGB格式 而对于非游戏的主播来说 比如说带货电商这类型 这个延迟就完全不是问题了 不会对直播有任何影响 接下来我们来聊聊这三款采集卡在散热与稳定性上的情况 我在室温24度下 对于三款采集卡分别进行了三个小时的压力测试 并且每隔半个小时都使用热感相机来测量一下他们的表面温度 得益于金属外壳良好的导热性 以及散热孔与内部散热硅胶的加持 三款采集卡在三个小时的测试中都没有出现任何采集中断的现象 而温度方面我们首先看一看这款2K入门采集卡 这里我使用的是1080P 60Hz的采集算数 以及4K 60Hz的还出 它在采集开始后半个小时内就达到了温度的最高点 并且在之后的三个小时内一直保持在33-34.3度之间 非常的稳定 而4K款我使用了4K 60Hz的最高采集算数 在采集开始的半个小时后 它的温度为37.3度 然后1.5小时之后达到最高温40.2度 并且一直保持在加减低度的范围内 一直到测试结束 最后我们来看看这台性能很离谱的双路4K版 我测试了全程同时采集两个画面源 并且两个画面都为4K 60Hz的极限场景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 因为需要同时采集两个不同的视频源 它的功率要比之前两款采集卡更大一些 所以为了保持供电的稳定运连续 绿俊能在这款双路4K采集卡上 多加了一个Type-C的供电口 我强烈推荐大家把它也用上 在测试过程中 果然更大的功率性能 所带来的温度也要更高一些 在2-3个小时后才达到了温度的平衡 最终温度为45.3度 要比前两款都高 不过它在画面采集的全程都保持着稳定的传输 没有出现任何黑屏或者断开的情况 然后这里我不推荐大家在采集的过程中 去触碰这款采集卡 一方面是确保不会不小心扯出连接线断束 另一方面是因为它确实烫 以上的所有测试我都是使用PS5主机 或者另一台PC来作为输入员所使用的 不过我也简单测试一下手头的其他设备 比如说无反相机 Steam Deck LG Alley等掌机 以及支持DP士兵输出的iPhone iPad 安卓手机这些移动端设备 通过它们的原生HDMI接口 或者Type-C转HDMI的连接线 都可以完美地将画面传输到三关采集卡中 OK 接下来我们来聊聊这三关采集卡的学习成本 以及操作友好度 按照绿确能官方的说法 这三关采集卡是支持绝大多数市面上的画面捕捉软件的 其中我个人最喜欢也是最熟悉的是OBS 当你叫HDMI-E Type-C连接好后 进入OBS 然后点击加号添加视频采集设备 从下来菜单中找到并选择你的采集卡 手动修改一下你需要采集的分文率与帧率 就可以实现画面的采集了 整体很容易上手没有什么特别繁琐的地方 即使是新手也可以很快的搞定 那么到这里今天的评测与测试就差不多聊完了 最后我想再结合这三款产品的参数特点 对有不同需求的用户作为一个推荐 首先对于主要使用是手机或者Switch逐机游戏 作为视频员的朋友 因为这类设备一般它都是1080P或者2K的分辨率 先知款2K的入门款采集卡就可以很好的胜任了 大家可以把采集卡上省下来的预算 用在更好的麦克风灯光或者场景的布置上 同样对于很多刚刚准备入行直播的新主播 或者想要先少量投入金钱与时间湿水的朋友 这款200多块采集卡也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足够用上一段时间了 而对于想要直播或者制作4K高负面率的主机 PC游戏实况攻略的朋友来说 如果你不准备在直播的过程中露脸 或者说已经有了单独的USB摄像头 不需要再单独采集一个相机画面的话 那么这款4K的旗舰采集卡 是一个在性能与预算中都很好的平衡 而这个最高端的双路4K版本 它虽然是今天这三款中价格最高的 但是它实际上能够同时代替两台4K采集卡 说实话 对于需要采集两个画面的用户来说 它的性价比其实非常高 如果你是一名露脸直播的游戏主播 它就很适合在你采集4K游戏画面的同时 使用相机来代替电脑摄像头 达到最好的直播画面效果 而对于非游戏主播 比如说像直播带货或者开箱之类的场景 也可以通过这款采集卡实现双极位的直播 OK那么今天的主要内容就差不多到这里了 总的来说 这三款采集卡在200到1000元的价位下 性能还是挺舒服我的意料的 基本上直播录屏常用的分辨率帧率 它们都是可以实现采集与还出的 稳定性至少在我过去一周多的使用与测试中 也没有出现过任何的问题 所以如果大家最近在选购这类产品的话 现在正是双11期间 可以尝试一下绿巨能的这三款 最后的最后还是那句老话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别忘了点赞收藏转发 以及关注我的频道 我是波罗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